搖擺身把甩暴形状,我是乌子依 本期突变场境我也挑战用传送门跑酷 相当的折磨小丧尸 想追我是吧,直接趴到传送门底下 过来就直接传走 这个方式被人害怕的小丧尸蹲点 我们如果再传回去一定要跳一下或者划闪一下 这样不太方便守我 我又走了 现在这帮丧尸差不多看清我的套路 估计都在守我 果然如此,早有防备 回不去了,只好战术性拉扯一下 赶紧的跑到传送门附近 这个挑战还是要继续的呀 哪怕被小丧尸堵着也要拼一把 还在这边守着,只好用汤姆金把他打跑 再注意,千万不要传过去 他肯定在守点,不妨稍微在这里蹲一下 过来就是给他一拳 这小丧尸都被自己耍懵了 不仅仅是简单挑战跑酷 不好意思,又被我传走了 没有第三只小丧尸,实在是可惜可惜啊 等他传过来再来一拳 时间都快到了,还追着自己不忘 你可见他多想抓住我呀 可惜了,没用钱都把他拷拆掉 下巴继续啊,不变猎手 这挑战不断结束 诶,他抢我的传送门 可恶啊 不仅要防脚当时还得翻我的队友 这局图片团件 这传送门基本是我自己包的 现在没事,传过去继续续玩来一下 糟了,这次人有点多 从这位置冰包是过不来的 他体型有点大 前面又是一个传送门 已经数不清是多少次在丧尸面前 这么光明正的逃跑了 马上就变猎手了 很多神法仔在被小丧尸追的时候 也会用传送门 不妨我先把这门占领住 让他无路可走 躲一下,我不见他们还能发现我 终于是变猎手 这挑战算是成功的一半吧 叫大家一手传送门龙系猎手 哎,过来个小丧尸来动是不是 原地打榴弹炮再传走 哎,他传走了 子弟V9溜 这传送门被这些小丧尸占领住 再继续这么耗下去肯定是凉的 赶紧走另外一个门 反正输出打满就好 一半血的时候就一定要提前溜 等剩下1000血以下 四五百滴血 基本就跑不掉了 架主他们敢跳过来 这是苗 不敢跳 我就立马换位置 鱼子一只龙系猎手 实在是太能跑 都去挠咱们队友去了 帮他架下枪掩护得撤退 总之呢 传送门是图片2000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 大家订好 变猎手肯定是少一点 这把挑战也算是圆满成功 希望大家给播三连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